你吃一下 真的好吃 要好吃好吃 我們要不要先去看一下黃金國 可以啊 因為我比較擔心是 我怕它會變成它變標本 變乾了 會太久 我認識就不然是我看 你這樣做 你的脖子呢 這樣 超可愛 而且眼睛超大的 這集的口味大驚奇 第一怪 世上最大鳥類肉質完勝牛肉 第二怪超神奇黃金國 第三怪 珍稀也為昆蟲高蛋白 怪怪食材 說怪不怪 只是少見多怪 我曾經去過柬埔寨 那柬埔寨當時 它們有個最大的蛋白質來源 你猜是什麼 蛋白質 豬肉啊 不是豬肉 雞蛋 不是雞蛋 柬埔寨的 東西 對 我只能跟你說 當時我覺得 覺得有點差異 但因為人是需要蛋白質 所以這個蛋白質的來源 對人非常重要 我們現在來這邊 來這個芭蕉樹林裡面 我們來找這邊的蛋白質 來人 芭蕉樹的蛋白質 當然不是在這片 是在那個方向 這裡 怎麼樣 要深山裡耶 對 這個蛋白質就是要在那種 深山裡面 才吃得到 才找得到 還要不好找 但我有找一大就不要等你了 喔 那還好 那還好 欸 芭蕉樹山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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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再帶給美女來喔 自由 自由 等一下 蛋白質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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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說蛋白質在哪邊 哪裡 水管上面有 水管 這個啊 我們是要練蕉蕉嗎 是啊 來 這個蕉蕉 蚂蕉 蕉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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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蕉 也是滿高的 蕉蕉蕉蕉蕉蕉蜉蕉蕉蕉蕉蕉 你說的蛋白質 蛋白質 待會 這是蠅蕉嗎 對 蠅蕉 這個 這個啊 這麼大一個 它是一個很有智慧型 譬如說春夏 秋冬 它也會從樹上 樹到下面來 冬天也會在地底下築草 會利用它的現成的架構 下去築草 你們講的好像建設公司一樣 對 有建築師 是啊 因為我太了解牠了 牠的 你為什麼會跟螞蟻有關係 像我心中有個祖公 我的祖公是觀世音菩薩 在我最潦倒的時候 牠就給我一個 脫了一個夢 就是我臉部 所有的毛細孔 都跑出螞蟻出來 我看起來好像很迷勵 你的臉部就是蟻窩 對啊 不恐怖 這個夢我一直把它深深地 置入在我腦海中 一直到有一天 我非常潦倒 沒有辦法的時候 我這個祖公牠出現了 然後我就開始去尋求螞蟻 螞蟻就世界上 也有9000多種有命名的 這個是世界上唯一 5、6種螞蟻可以吃的 這是其中一種 這個叫泥黑多刺魚 台灣的泥黑多刺魚 跟台灣的黑脊魚相似度 差不多99% 但這個就是台灣唯一可以吃的螞蟻 你現在椅窩的時候 你現在門口看到螞蟻 哪一隻這樣椅子 主要它可以當沙西米 沙西米 沙西米 真的假的 生吃 真的 我們就這食蟻獸 對啊 怎麼採 來 這個燒 算是蓋住的燒 它 它剛才做到這個蟑螞蟻 在這個鍋的邊緣一下 有像這粒嗎 那個算小燒的 這個牠是很結實的 這個燒 這樣 這樣好 到這裡 是 這邊也有 對 撲出來這個都是啊 牠的窩就像土堆一樣 看出來 看到了 我看到了 很多 什麼很多而已 好密集喔 好像都黑一點點 有的 有看到嗎 沒有 對啊 來 再來 這個怎麼接啊 再來 這邊這麼多耶 跟下雨一樣耶 對 來 來 有看到嗎 那裡還有軟 來 不要怕 好 有看到嗎 還有軟 你看 前面軟 這就是高蛋白 有沒有 對 這裡 好像密的 來 牠跟軟怎麼那麼大 來 你吃一下 真的好吃 這好是好吃 快點兒我還會有兩塊 不然牠看到兩塊 你剪一顆 你剪一顆就好嗎 一顆好 好 這個吃越結越好 精釋越用 這個平常是 你如果沒有來這個高的 你剪一顆 好 來 來 來 張國柱 一顆給牠摔下去 快點來 摧蕊 你身體虛 這個還有 你看這個 有沒有 蘇勒吃 快 等一下 這樣好了 兩個都吃 蘇勒先吃 好不好 一半 沒有關係啦 你頭皮罵養子 我要出剪刀 我出剪刀 你要出剪刀 要出什麼 我出剪刀 剪刀石頭鋪 剪刀石頭鋪 耶 兩顆都吃嘛 我先吃嘛 對不對 那什麼味道 我跟妳講 有爆漿的感覺 螞蟻才會酸 蛋不會酸 蛋不會酸 就一顆 咬下去 有沒有爆漿的感覺 好癢喔 對 好癢喔 它沒什麼味道 就沒什麼味道 出馬魚就有味道 要不然妳現在出馬魚 黏在嘴唇上 妳出馬魚吧 可以 這一個 非常容易吃下去 你不能吞喔 要咬喔 要咬 爆漿的感覺 我什麼意思 咬啊 有沒有 有沒有咬 妳還在那邊幹嘛 有沒有爆一下 有沒有咬到 沒有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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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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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牙齒 嘴巴有問題 吃兩個 快 好像軟糖QQ的耶 對啊 妳拿兩個啦 比較咬得清楚 有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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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沒有什麼 太多的味道 有啦 好啦 我告訴妳 妳如果吃這個 就真的有味道 哈囉 來 我這個 生的 我待會去妳家 我吃得比較大聲 生的 妳吃蛋卷 來一點吧 我怕 我怕 真的嗎 妳要脆嗎 現在妳們兩個 負責採那個小的 蛤 妳們兩個負責採那個小的 啊 我拿這個 這怎麼弄啦 啊OK喔 來 我先把他拌掉 好 這樣 動作要快一點 不然它跑掉 有咬到 有咬到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喔 妳要不起來 來 要不起來 妳 這樣再墊去就可以了 這裡 好 現在就用妳的 負責採那個起來 拌起來 刮手拌起來 這樣拌起來 好 我割好了 幫妳拌 不要拌 怎麼拌 來 妳把我先拌一下 好 來 妳快點 快點 媽媽 叫我拌 來 拌一下 有嗎 一堆有嗎 來 這個 拌一拌吧 拌一拌 拌一拌 大哥 妳幫我拌一下 還要吃 電話 電話 我說螞蟻王 妳也幫幫忙 妳抓螞蟻的經歷數十年 誰能跟你比啊 融融叫我們徒手拔螞蟻窩 這根本就是挑戰恐懼 極限的大冒險啊 我們把這個膏 把他的能分開 還要分類喔 它怎麼剛不紅潑了 已經動起來了 什麼意思 已經動起來了 很動的嘛 你看 它是大豬小豬肉一盤 還有妳要把那個炒渣 也要先把它處理掉 為什麼有一個很特殊的味道 這個就是它的乳酸 乳酸的味道 現在我們實在是不太好討論 你就是必須要經過這種過程 還要經過三次的高溫煞進 第一個過程 現在螞蟻都不動了對不對 這個是要先把它集市冷凍 把它集市冷凍拿起來就是篩 說真的它就是手工火 對啊 它沒有任何一個東西給你 不能用一個篩子這樣子篩嗎 有 先用那個台 對啊 篩一篩 給它篩一篩 然後呢 可以用風力控制它 風力 要把上面一邊灰繩吹走 然後還是要經過走風 最後還是什麼 現在這種 塞完之後風一吹吹走 對啊 這種景象是第一次呈現 出發囉 一盤菜上來 上面如果有螞蟻 第一個反應是先剝掉 對 對不對 但這個絕對剝不掉 滿滿的 現在太多了吧 對啊 這個是剝不掉的好東西 這道是真正的螞蟻上 上樹 這是河粉吧 對啊 來 對耶 滿滿的耶 你看 真正螞蟻上樹啊 你看 螞蟻都爬在樹上 有沒有 爬在河粉上 對啊 我自己 如果螞蟻沈你來沈到 沒關係 我可以 我可以 你吃一桌了 不會 沒關係我自己 好啦 不要拿去拿去 不要拿去拿去 不要 我把螞蟻撈 你這螞蟻上樹 怎麼會 顏色這麼小 我已經 想要抖到螞蟻就要抖掉了 一種鹽肉這麼脆 你有吃到嗎 很好吃 螞蟻耶 好吃 這樣住耶 我吃 很好吃 你懂不懂 你懂不懂 你手中蒙你 黑衣餐廁 我怕進去 吃螞蟻會好 吃螞蟻馬上會好 你看 不抖了嘛 對不對 你有吃到它螞蟻嗎 它很脆耶 真的耶 很像那個巧克力脆片耶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來 一個脆脆的 對不對 很脆 它就有一個 對啦 它有一點 酸酸的是正常 對 它是乙酸的 接下來 吃這個好了 狠一點 好啦 你今天躲都躲不掉了 好 我就先來了 先開回去 那你先吧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大口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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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吃 薄薄耶 你這是暈公傘是不是 還好啦 滿香的 對耶 滿香的啦 其實你不要說它是螞蟻 它咬下去 一開始先鹹香鹹香 對啊 它咬到後面會有酸耶 這個真的是 帶點那個檸檬的酸度耶 那就乙酸 你有加檸檬嗎 沒有 你看 沒有 這個是沙拉螞蟻蛋 我們剛剛有炸過來了 這個蛋是經過我們的土裡之後 沒有炸 原味的 就是我們剛剛試的那個 其實很好耶 每個都裝得差不多多耶 我來 好 你怎麼從邊邊 你為什麼跳過山峰呢 沒有啦 蛇巴小 蛇巴小 它吃的跟我一樣 把好的留在後面 你看它講很大口 它一口也沒吃到 這個可以吧 來吃啊 來 你沒什麼感覺 你看沙拉小菜 滿好吃的 滿好吃的 反正你把它吃完就對了 你看 蛇巴抖不掉啊 這個是 螞蟻茶 螞蟻茶 我可以配茶 好吃的 那當然可以啦 這個 蟻茶很好喝 蟻茶好喝 真的 真的好喝 真的好喝 它是那個中藥當底對不對 可是因為螞蟻有一點帶酸 會讓你那個中藥茶喝起來沒那麼苦 有啦 它有一個昆蟲味是 有昆蟲味 對啊 這是昆蟲味啊 是嗎 這是中藥味吧 中藥味然後蛋液味 融入了 都有融入 這個蛋卷就是一般 能吃到的蛋卷 但它多了一個咬進去 對 那個酸度也沒有 露了這樣子 我覺得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就未來自己在家裡面有沒有 看牠螞蟻在搬的時候 你會流過水 因為很快 妳有聽過 大尾如麥 有 大家其實有個鞋子 大尾肉 那 好像以前就真的有這個聲音 然後而且這個好像這個 我不曉得我是亂猜的 然後這是什麼都吃 所以當然它在水裡面是 很充實狀 所以大家會講牠 綠蘿蟲 綠蘿蟲 大小通知 類似啦 但我不太確定 那乘幾何時 它本來已經快滅絕了 對不對 可能是一星專案之類的 對 後來它突然又 因為一個大哥 舊式子 讓它複裕起來 現在 那你可以真的看到什麼叫大蟲嗎 真的叫露嗎 五次就要問他了 然後是時候了 大哥來了 是時候了 我剛剛講 為什麼這樣子賣 為什麼叫蘿蟲 是真的這樣想法 對啊 是叫蘿蟲 沒有 那它怎麼會滅絕呢 它不算滅絕 它是 寶玉 它以前是被寶玉的 對 對 所以後面這個就是你在養的 對 沒錯 這很奇怪 等一下不是挖一個水池下來 對啊 那你就把它撞起來 因為這個蘿蟲 很會偷跑 所以我們的魚池 就不可以像土石那樣 要不然下雨天的時候 它就會跑光光 那就是一種糟樓 就是那種 下雨的時候要彈 唉唷 微強 它已經算人道 一般上面還會有鐵絲嗎 對 怕它翻過去 那是監獄 喔 是是是 他這邊抓得到 來 我們抓來給你看看 來 抓來給你看看 來 抓你給你看看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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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較大 這第二隻比較大 第一隻有點弱掉了 沒有大哥的氣勢 這個很兇 它也會咬人 這個大小已經成熟了 算是可以食用的大小 還會大到像我們的大肥那麼大 這麼粗耶 這麼粗沒有啦 你太粗了啦 這麼粗還比較長嗎 長度的話其實 它大概都在120公分到90公分 有有有 那它這樣演多久啦 這個的話大概是一年半左右 一年半這麼大 對 那個跟你大肥一樣大的人要多多 最快的大概兩年 兩年 要不然要到三年左右 我這邊看得到大什麼 看得到 看得到 盧曼因為物種的特性 前兩年生長速度是慢之又慢 體型跟一般的鰻魚不相上下 但一旦成長過了兩年 體型就有突然變大變壯 雖然盧曼大哥養盧曼會控制大小 但總是有漏網之魚 一不小心就把小盧曼 養成了大尾盧曼 我都在外面秤了 大哥你很厲害 你撈那麼多隻 然後我們現在大條的 你就把它縫起來放在裡面 現在站著 我都在我站錯地方了 快點 大條的 哪邊 融起來 快點 我不知道要怎麼弄 你先回去 不是 大哥說融起來 好 這樣 融起來是不是 對 這樣子 它在這邊是 往那邊融了 什麼意思 好 它在這邊是 好 我知道 這隻是大隻還是小隻 這隻大隻 要放這邊 對 好 來 過來 再來一點 來 好 來喔 這兩隻 大隻 這身體很高 你這兩隻手可以同起來 你的腳褲子 但是要跑來外面 你要翻起來 這樣 這樣就 阿姨要怎麼弄 這個我也在出力 還是大隻 還有一個大隻的 對啊 大隻先 小隻 大隻撈起來 對 我等它下去 加油 加油 好 你上智慧型的工作 什麼智慧型 這就是小隻 來 有人再拉起來 那邊拉起來 一 二 上 GO 來 很優雅的 這是分類 他們都是要養在這製作 欸 啊真的要改的 準備要出貨了 你給了什麼 這是它的食物啊 竹波魚啦 我們的混羊的一種 喔 這邊還混羊 對對對 所以裡面還有一些 泰國蝦啦 或是大肚魚啦 對 也是你們智慧的養 欸 那你以前是做 真態的養 你以前在做什麼 我們是在做 網路 我是幫忙客戶 寫 網站啊 還有現在的AI 那為什麼轉這個場面 其實對養魚也是一種興趣 那這製作魚可以養 然後養 嗯 盧曼其實是我們 研究蠻久的 那因為它在台灣是比較少 去做飼養 大部分我們聽到都是日本漫 但是我們的部分 就是要跟日本漫出去玩 對對對 像這隻養了多久 這隻的話 大概要兩年半的時間 所以已經就去做大腿出了 謝謝 對 還會自己穿 好聰明喔 我摸到了 你摸 好滑喔 它身上其實有很多小 消炎上 對啊 好滑喔 它好像蛇喔 它其實全身都是薄 從肉到底面的骨頭都可以吃 對 骨頭炸酥酥的 就跟白蠻一樣 會咬人喔 我跟你講 但是它的骨頭 這個比較大隻了 所以骨頭一般來講 比較硬 所以被熬汤 早年台灣糧食缺乏 但資源豐富 野生蘆蠻到處都有 大哥說 相較於白蠻 台灣人更喜歡蘆蠻的粗獷Q彈口感 曾有記載 焦育蘆蠻要用到60斤的手秤 因此留下大尾蘆蠻的封號 現在是把蘆蠻先炒 我要炒一個底 那我想把蘆蠻 把它做得有點像水準一樣 所以先裂湯是出來了 那薑進去了 然後蘆蠻進去了 我放了一顆八角進去 油是不是比較不一樣 油我用了一般的渣油跟花椒的 然後對平一點點 這些都是要秤它的湯水 蒜頭就可以了 湯就可以了 所以把香氣炒出來之後 用水下去因為 它就是很棒的湯了 來 我們把辣椒放進去 放進去 你旁邊這個有脂肪的香 裡面的裡面 好 它都搭 你看那個 這個香是 很香 很香 對 對 對 我好愛搭這種手忙腳亂的感覺 對 平常都是我一個人而已 醬油 壞點要焦掉了 壞點醬油 醬油 你們可以再壞一點沒關係 好 醬油 這不是醬油拿回去 類似材料醬油軟奶 我剛剛要加上去 就會開始嗆 好 我剛剛要加上去 可以 可以 要嗎 我鹽巴 這個地方先把它滾起來 待會兒還要做另外一個步驟 這邊我們會放一點酒精的 可能要分兩次 因為我們的碗不夠大 你是要 好 鹽巴來 好 直接放進來 這個先放這邊 來 這有很多 OK 來 花椒油 來 來 來 有很多 下來了 好 不是好 還沒好 好 好 花椒粒 這個 讓它把香氣爆出來 這個時候是讓它的薑的味道 呈現到油裡面進去 好 水煮魚也好 或是幹嘛 它本身 湯裡面你要呈現香味比較難 你要從油裡面來撒一點 所以它待會兒這油裡面 就會有那個 薑的味道 花椒的味道 然後跟 醜醜香 好了 這樣差不多 好了 要淋過 好漂亮喔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是 就是我們剛剛吃的 我們剛剛看的林曼 對 比較小的 其實它長期跟鰻魚很像 對啊 就是鰻魚 它不知道 不知道的人會以為這是鰻魚 你會覺得說這鰻魚好肥耶 好吃哦 好吃哦 它的那個皮下面的那個膠質 是非常吃的 對 好 然後 它如果跟日本的鰻魚 真的做比較好 它的肉比較厚一點 然後比較有咬勁 比較紮實 會彈回來的那種口感 跟鰻魚就會比較細膩 但它是屬於有運動的感覺 最大的差異性 我覺得就是肉質的感覺 對 已經過好吃了 你們有在賣嗎 沒有 這種還錯呢 好 接下來吃這個 鰻魚鰻魚 錯的感覺 可能鰻魚發現 有一個藥跟鰻魚的感覺 真的啊 因為我放了桂皮 跟八角 有點藥跟鰻魚的感覺 對 對耶 你看 微微的辣 對啊 它很像那個湯底 是用中藥材去燉出來的 我就只放了一點點而已 嗯 我發現鰻魚的會吸味道 對啊 對不對 嗯 而且我發現水煮跟烤的完全不一樣 水煮也會把皮更厚 然後更可以嚼到皮的酷彈度 肉都有台性 對啊 很有趣 我覺得 可以喔 因為這是一個好食材 神經病在台灣是風光一起 對不對 然後幸好現在有人 對不對 本來是寫AI 本來是寫網路 對不對 在這種自己又對養魚有興趣 這麼多的魚都不養 就只養魚 不慢 對不對 對啊 然後因為牠養得那麼大魚 養大魚 養大魚 大魚肉也就是養魚 可以啦 好不好 可以喔 我覺得還弱 是耶 說到歷史 這個碗 你知道幾年歷史嗎 不知道 73到74年 那也還好啊 不是民國73、74年 它已經73、74年了 70幾年啊 年三倍耶 對 而且有個重點 發現一件事情 牠改名字 圓三點水 牠不見 這個要好好問清楚 這碗 你覺得牠會裝什麼 碗粿 滷肉飯 碗粿這麼大一碗 沒有人那麼豐盛吧 滷肉飯也太大碗了吧 會嗎 對啊 那牠要裝什麼 羹麵 羹 現在三點水都賣羹麵嗎 不知道 問清楚就知道 是 馬上進到廚房裡面 知道 這碗碗是你們家的 對 我們人家跟我說 差不多73年 那是這間店的歷史有73年 對 還會有碗碗 對 都碗碗 也是55年 歷史很優雜 對不對 我請教一件事情 是怎麼 你外面的豐原飯店 有三點水 現在還沒有三點水 所以我說 我爸爸以前人 碗碗碗碗碗碗 他都照顧 碗碗碗碗碗碗 碗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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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他說是庭麵嗎 不是 不是 是滷飯 滷飯 什麼 是不是 滷肉飯 現在的方法叫做滷肉飯 以前我們爸爸的時代 叫做滷飯 這個 你還剩幾塊 鳳梨碗 在海裡 還有一個東西 也是他當初他爸爸 傳承下來給他的 現在正在看 你不破了嗎 鰻魚 鰻魚 烤鰻魚 這個要煮多久 大概三分鐘左右吧 你那個醬是 像爸爸傳承下來 還是你自己還要釣 沒有 都釣成這樣 你說的那就是像是滷豬腳 對不對 老滷 然後一直那個 老滷汁一直要重複 再加新的這樣混 你們沒有這樣做 我沒有 這不是 日本人講說 學串 就是串鰻魚三 學殺八女 學烤一生 郭大哥家的鰻魚飯 就這樣烤了超過70年 當初父親在日俱時代 被徵召當成軍夫 負責日軍的伙食 回鄉之後 輾轉開了這家店 後來因為車禍受傷 郭大哥才脫離上班族 回家幫忙 說到這 我已經等不及要來嘗嘗 剛烤好的鰻魚了 你看得不滋不滋 是 光是看那個光澤 看你烤一下 好 好 你這個一直往這邊看的意思是 對他比較興趣是不是 兩個都想吃看看 這個先認真 這從爸爸那時候就傳下來 對 在日本人在吃鰻魚 但是一整年就吃 但他有時候天氣熱的時候 他就會叫你去吃鰻魚飯 一般是講 歷秋前18天 因為要秋天之前的18天 剛好就是天氣很炎 那個消耗 體力會消耗比較多 所以說一定要吃鰻魚飯 他們就 全國都是這樣 那一天一定要吃鰻魚飯 所以說 鰻魚好吃不在話笑 你連飯煮得也好 飯叫粒粒分明 很多人會喜歡把鰻魚飯的汁 淋很多 一樣錯 完全錯 你要剛好再上去的時候 那個飯有白飯的甜 又可以吃到鰻魚醬的甜 然後這樣吃的時候 慢慢吃不要吃 天斑包 這要把它攪完 日本人吃都很喜歡 對啊 因為它很日本味 那隻雞毛肉 都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 整個小黃瓜 蘿蔔 這個自己做的 對啊 做做自己醃的 才有自己的特色 你的鰻魚是 有用什麼白蒸 然後再下去自己處理好 然後最後再來烤 對啊 先烤 烤完再蒸 蒸完之後再烤 再烤 你們在攤子的時候有吃嗎 有 有吃 他表情看起來很滿意 看來我們的新導演 也是個貪吃鬼 鰻魚飯就是一道費工的料理 反覆蒸烤是基本功 重點還是在於廚師的經驗 從自己做配菜到烤鰻魚 都能看出郭大哥的講究 接著換這碗同樣歷史悠久的 台式排骨飯 就要登場 這個就是台灣的代表 對 對不對 排骨 排骨先下去炸 炸完之後再下去滷 對 這個你可能不知道 小時候鐵路便當都長不一樣 這個很有分量 介紹台鐵便當 然後那三倍高 台鐵便當那肉一碗 外面的排骨便當都飽了 這麼軟 對啊 很軟 你吃到頭髮了 太好吃了 這不是排骨的口感吧 什麼意思 就是以為會是咬勁那種 硬硬的 沒有 就是滷過那種 裡面都吸滿汁 炸完再去滷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特殊的技法 因為我們會想說 盡一調地收收 先要再滷 要再滷 可是你會發現 當你收收 炸完之後下去滷之後 它外面這一層麵粉的東西 它就很容易去吸出來 吸味道 這個滷過不能滷太久 對 滷太久就滷滷 滷滷又破口了 對 滷滷 有 有滷滷 它那個就是 這個 纖維感很明顯 咬它的纖維感很明顯 就是它 道理說它那個 纖維是這樣對不對 可是敲下去它是有點 斷掉 斷掉開的 所以你一咬它就 它就之後沒有再跟你抵抗的 對啊 咬下去 說分離就分離 然後外面在咬的時候 肉裡面有味道 但你說入味 台灣人很在乎入味 但其實有時候不需要那麼入味 這樣真的入味這肉不會吃 怎麼了 咬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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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剛剛直接在 直接尿我 班農在打個招 不好意思 我失態 你影響到我用餐的情緒 那你多吃 但沒有關係 好不好 我剛剛調到哪裡 我再看一看 被昭龍這麼一下 搞得我差點失意 不過這點都不影響 這碗排骨飯的美味 炸過再滷的方式 加上郭大哥 對料理講究的態度 展現出老店最重要的傳承精神 接著往下一站走 據說這家 不但比我老 而且還有百年歷史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詹姆斯的素食味料理 吃飯囉